一場成功的賽會 是選手們精彩的表現 但這些輝煌英姿的背後 都需要有防護團隊 以及能夠讓這些光芒散發的 大會記者默默守候 從早忙到晚卻感知如意 我們服務選手是一個態度 就像選手他們認真的玩賽 然後所以對於他們 我們包邊快一包要30秒 六包就要180秒 他們一個人就用掉 我們三分鐘的心血 可是這是覺得是值得的 就是身體累 可是心不會累 是一種就像曾經在 自己也在運動場上的那種熱情 然後又重新的點燃那種感覺 從台東大學接下任務開始 所有的學生老師開始動員 因為沒有防護相關的科系 運動與健康中心老師 詹仲凡便開始集訓學生 台東醫療資源比較缺乏 所以他是希望 我們全中醫跟全大醫護組 是聯合執行 那除了醫護 其實運動場邊 最重要是運動防護這一塊 所以我們就開始了執行 運動防護助理的培訓計畫 然後也啟動了跟 其他學校的合作的計畫 這樣子 除了防護員還有另外一群人 也頂著艷陽記錄著選手的故事 他們是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 和華語文學系的學生們 忙進忙出 為的就是將所學用在熱愛的運動上 我覺得首先是因為我自己對採訪這個工作非常感興趣 然後未來可能也有方向說想要當記者 還有就是因為我以前也練過田徑 然後就非常喜歡體育運動 就是運動員特別親切 所以就想來體驗這個實習記者的工作 我們在全中院開始之前我們會給學生 我們有給學生上了準備的課程 一整天的一個工作坊 叫他們說像場邊的記者應該是怎麼去採訪的 文字怎麼撰寫 那要問什麼問題 然後像樹莓系的同學就是影片怎麼剪輯 他們照片應該如何的拍攝 這些我們都事前都有給他們做足 一些讓他們上一些課程 讓他們知道說真正的在場邊的記者應該是怎麼做的 兩場賽會在山的另一邊 我們看到了和台體運船一樣 為體育默默耕耘的人 把專業運用在食物上 在食物裡吸收更好的經驗 未來都希望能繼續在熱愛的體育 盡一份心力 記者盧依安 曾慧亭 馬玉龍 台東報導